大家好,今天啊,俄罗斯的普京在第七届东方论坛上讲,美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,从不限制自己,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,也不会对任何事情不好意思,美国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,美元英镑失去了可信度,俄呢,正放弃使用它们。 这显然啊,普京这是要放弃使用美元了,事实上呢,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啊,英镑更不用谈,俄罗斯提兰器公司呢,也宣布,将逐步用卢布和人民币替代美元和英镑关于俄罗斯能源的国际结算。 嗯,这个方案呢,既能扩大卢布和人民币的国际占有率,同时也会缩小美元英镑,包括欧盟的国际占有率,受此消息影响,今天下午呢,A股的相关板块都大涨啊。 嗯,我提前也布局了,对吧,上周啊,就布局了天顺股份,吃了五个板,还是比较高兴的啊。 嗯,那与此同时呢,这个俄罗斯害称啊,要,这个西方啊,把石油出口限价的政策,非常不市场经济,所以呢,俄罗斯呢,将不会把石油出口到参与限价的国家。 俄罗斯的能源必须寻找另外的通道,而且随着交易量的上升,人民币呢,必须在国际上扩权,人民币啊,购买力也会越来越强,啊,这是谈人民币的部分。 其实这个消息也不奇怪,都是逐步有迹象的,对吧,这个限价啊,就是前两天的G期会议,这个西方有一个市场经济机制,动不动呢,就认定哪个国家啊,不是市场经济啊,要制裁人家。 结果自己搞了一个限价,对吧,对俄罗斯的贴联系啊,进行限价,对吧,挺搞笑啊,这本身就非常不市场,不知道西方呢,会不会自己制裁一下自己,自己很不市场。 同时啊,这里主要还是说一下,关于人民币,美元,英镑的部分啊,这个英镑以前说过啊,它将最先被替代,因为英镑的意义呢,已经越来越小了。 英国呀,这些年的经济啊,主要就是金融服务员啊,英国的工业几乎没了,就剩一个罗罗发动机了,靠一个罗罗发动机呢,也支撑不了什么。 那靠金融服务业这些东西呢,实际上啊,意义不大,对吧,辉煌的时候挺辉煌,但是如同泡沫一般。 我就举个例子啊,我们看中国和英国的这个进出口结构,英国赚中国的钱啊,留学生是很大头,其实不止中国啊,因为英国掌握了几个世界高校排名,对吧,这几个排名话语权还挺重啊, 譬如前两年啊,大家质疑的,对吧,某些大学的黑人留学生比例,这个都是刷国际排名,这些国际排名都是英国主导的啊, 国际排名只是一方面嘛,英国靠这些东西啊,靠一些标准和话语权, 在全世界啊,能吸引很多留学生啊,费用还挺高,费用还挺贵,对吧,你譬如某样式的主持人啊,的儿子,就去英国学蒙古史去了, 还有很多的塑成塑事啊,这是英国很重要的经济来源,包括国内啊,很多去英国读这些的啊, 呃,其实时机并不是特别大,对吧,只是掌握了一个大学排名的标准, 但这个东西其实很虚啊,你要不相信他呀,他这个标准啊,随时就弃之如碧驴, 呃,除了留学之外呢,剩下的呀,主要就是房地产,还有一些奢侈品之类的,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的,对吧,甚至啊,并不是刚性消费啊, 所以我觉得英国意义越来越小啊,而且前两天印度啊,还搞了个去英国化运动, 比如印度海军,呃,把英国,有英国象征的符号呢,从印度海军里清理了出去啊, 嘛,而且英联邦的一些国家陆续的,对吧,都有要脱英的需求啊, 对吧,这个英国呀,这个掌控力也越来越弱嘛,货币地位一下去, 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产业啊,这个就不说了,呃,美元啊, 美元其实主要还是以美军军事霸权为主的啊,呃,这两年美军的军事霸权也越来越不行, 尤其是从叙利亚战争之后,对吧,美国在中东啊, 几乎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小了,呃,这一次俄乌冲突啊, 其实北约干预是非常无力的,也只能花钱,让乌克兰人顶上去, 但事实上,我们看也没有顶上去啊,然后在中国周边, 不管是南海啊,台海啊,也是非常乏力的啊,对吧,非常乏力的,呃, 如果美军没了的话呢,或者美军的影响力下降,美元的影响力必然下降, 美国就是大号的英国嘛,我们看美国的进出口结构也是一样的啊, 虽然很多讲美国有很多高端技术产业,呃,但这些在美国的出口比例当中不大, 美国主要还是一些金融业服务业,还有结算业,对吧,呃, 美国的很多,包括高端芯片啊,呃,不能说可以替代吧, 但是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啊,以前一直讲啊,芯片这个东西啊, 不是特别重要啊,不是特别重要,顶天就是不用旗舰机嘛, 非旗舰机的芯片啊,其实都能产啊,国内也能产,对吧, 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啊,但是,呃,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呢, 对吧,从高端,中端,低端都在,而且是涉及到各个产业,各个领域, 也包括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,这些反而是非常重要的,呃, 比如我们说苏联解体啊,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失去了中国这个,呃, 廉价商品,尤其是轻工业产品的供应地,所以其实在八十年代, 九十年代末呀,在黑龙江啊,包括吉林部分的这个和俄罗斯大界, 尤其是黑龙江啊,不对啊,是黑龙江和辽宁,对吧,就出现一些现象嘛, 用一些,比如这个大衣啊,啊,暖水瓶啊,和俄罗斯那边换摩托车, 换彩电等等啊,我们觉得我们很赚便宜,他们觉得他们也很赚便宜, 因为它缺乏轻工业品,直至今天也是一样啊,俄罗斯有一些重工业, 对吧,不太多啊,有一些,然后矿产类产品等等, 呃,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呢,是很多的,其实看俄罗斯和, 包括欧盟啊,包括欧盟,包括美国的金出口结构也是一样啊, 基本都是一些比较虚的,比较虚的,对吧,实际的涉及到生活啊, 涉及到生活的产品,基本也都是从中国这来的啊, 从中国这来的,所以,对吧,尤其是对俄罗斯来说呀, 英镑是最不重要的啊,美元也不是不可替代的, 因为美国并不能提供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基本消费品, 其实提供不了的,其实这是更加重要的啊, 更加重要的,同样的啊,这个美国也讲不仅是越南替代, 还是印度替代啊,其实都不太现实啊,都不现实,都不现实, 对吧,对中国来说呢,呃,也有它不可或缺之处, 呃,这个70年代啊,这个布里顿森林体系解体, 对吧,美元重新定锚,啊,定锚到以沙特为主的石油, 当时主要不仅是石油,而是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, 呃,我们其实把时间更往前推啊, 你譬如这个马歇尔计划二战之后, 对吧,马歇尔计划啊,马歇尔计划是美元国际结算很重要一步, 但是马歇尔计划,欧洲人为什么要储备美元, 很重要的一点啊,就是欧洲战后重建, 不管是,对吧,盖房子,啊,钢铁,啊,主要是钢铁水泥, 呃,水泥不是进口美国,但美国给英国出口了成套的水泥设备啊, 因为英国,欧洲原本也有,但很多都打烂了嘛, 泥时间没那么大的产能,包括钢铁啊,等等啊, 你不管是盖房子啊,架桥啊,修路啊, 因为可哪都是一片非墟嘛,这些东西啊, 这些工业品啊,美国都有,美国都有啊, 如果当时的美国和今天一样啊, 当时欧洲人也不会选择储备美元, 马歇尔计划也没有意义,对吧, 因为欧洲要战后重建, 难道美国给人家提供金融服务业吗, 给他提供最顶端的芯片吗, 这显然是不行的, 当时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啊, 呃,美元最开始, 立身之命也是, 它是世界最主要的工业国, 各国呢,无论是从生产设备上啊, 还是生活必需品上, 对美国需求都极大, 但今天来说其实已经没那么大了啊, 已经没那么大了, 对吧, 很多的领域啊, 是逐步可以替代的, 呃, 不是那么不可或缺的, 对吧, 这也是摆在现实里面, 最最重要的原因啊, 因为这个, 经济的本质嘛, 是商品对商品啊, 但就是以物以物, 这是本质, 但是以物以物呢, 不方便, 所以需要一般等价物啊, 这个一般等价物呢, 从贵金属变成了今天的货币, 呃, 这个货币啊, 是中间媒介, 对吧, 但归根结底还是商品的交换, 呃, 脱离了商品的交换呢, 把更多的重点放到这个, 一般等价物上啊, 反而是, 对吧, 买毒还猪了, 买毒还猪了, 对吧, 其实这个, 呃, 这个是很多事吧, 就是波动曲线嘛, 波动曲线嘛, 对吧, 越脱离啊, 这个经济的本质呢, 对吧, 就要往回, 就要往回拽啊, 就要往回拽, 这个这个本质就是商品的交换嘛, 越脱离商品的交换, 对吧, 这个价值越偏向一般等价物的话, 因为货币本身有价值啊, 货币本身也是商品, 那么越脱离一般, 脱离基本规律的话, 对吧, 一般等价物, 它的价值在往上走的时候呢, 脱离基本规律太远, 它就要下了啊, 下来之后, 对吧, 然后再上去啊, 就是围绕着这个物交换呢, 进行上下的波动啊, 上下的波动, 偏离曲线太多, 肯定要回来的, 肯定要回来的啊, 对吧, 所以这个, 不管美国也好, 英国也好啊, 工业品的匮乏, 更多的转向金融服务业和发行货币呢, 终究是要出问题的, 终究是要出问题的, 对吧, 所以当下呢, 我觉得也是对这种秩序的一种纠骗, 对俄罗斯来说呢, 很多事啊, 也是被逼的, 本管谁逼的, 对吧, 从几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, 到现在的俄乌战争, 西方的制裁, 都是金融制裁, 对吧, 西方的金融制裁, 但是目前看西方的金融意义越来越小啊, 西方, 对吧, 也能够生产, 俄罗斯需要的东西也越来越小, 更多的就是一种金融结算, 对吧, 但是你没有商品, 我换个结算, 还是照样结算, 该怎么结, 怎么结, 剩下的呀, 就看欧洲如何选择, 其实目前看呀, 对吧, 俄罗斯的天然气呀, 欧洲是无论如何, 也替代不了的啊, 我看欧洲终究是要屈服的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啊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所以, 还是很看好这个, 人币啊, 对吧, 走出去, 但是这个进程也是缓慢的啊, 也不是说一下子, 就结算就出去了啊, 就出去了, 对吧, 而且从经济结构上呢, 中俄是高度互补的, 他们缺的我们有, 我们缺的他们有, 剩下中国呀, 还缺一些矿产类的, 主要在非洲和南美, 对吧, 其实美国的粮食啊, 这个南美都有, 比如阿根廷啊, 这些啊, 阿根廷大多都不到麦克斯, 对吧, 其实这个像美国一样, 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金融系统啊, 说彻底推倒重来, 也不现实, 因为伤机弄骨嘛, 但是逐步啊, 缓慢的替代啊, 也是必然的啊, 虚实摆在这里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